哈囉大家好 我是麥克 歡迎收看《現代啟之路》 一個講真正的軍事比電話還bug的那個男人 今天有沒有發現和以往的影片形式不太一樣 因為屬於家開的特技快集數 要來和大家聊聊美國大選40年來的最大槍擊案 賓州當地時間13號下午6點8分 身着白襯衫 深色西裝外套 頭戴讓美國再次偉大紅帽子的Donald Trump 正講到非法移民政策是 大家請往這個我準備好的PTT看一下 結果呢 噗噗噗噗噗噗噗 穿來四聲子彈呼嘯而過的清脆聲響 候選人立馬趴下的找掩護 被特勤人員所組成的人牆給團團圍住 攝影機拍到後台的群眾也手足不錯 心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出槍響後的22秒 有三名全副武裝的維安人員來到台上 仰賴講台麥克風沒關 所以觀眾可以得知 特勤人員傳達射手、倒地、我們走吧等指示 他們才浮起來一山不整的川普 屆時距離槍手開火的時間已一分鐘過去了 然後有點搞笑的是 川普很平穩地說 Let me get my shoes 讓我拿我的鞋子 看事後從另一個角度看才知道 你的鞋子是特勤自己人給丟下台的 至今應該都像灰姑娘一樣 還在等他的白髮王子 再過了13秒川普向群眾揮舞著拳頭 嘴型是喊著FIGHT FIGHT FIGHT 台下支持者則是抱以歡呼 要大概拖到案發整整兩分鐘後 川普又再次在上車前舉起拳頭 覺得滿意後才終於坐車離去 我談完時間14號早上了 首度看到這片段心想說 幹真的大概只有川普 那個上過WWE在娛樂圈呆過的男人 可以這麼為了得臨危不亂 將逆境轉成自己的年度最佳競選照 應該不至於是為了選上刷了劍招啦 要拿差幾公分就抱頭的距離來賭 有再多錢和權我都玩不起了 但是我們講解國際局勢歷史方案那麼多年 就論維安單位是不是故意放隨這一點 倒是可以討論下 現在過了一個禮拜種種證據流出 美國特勤局Secret Service的確成為重視之地 連台灣的特勤人員都想跳出來說兩句 啊你這個遇到這個就那樣就 然後大家心想說你是誰 在檢討方面我還是相信美國自己 有專業背景的大大怎麼說 屏幕上位退役的執法單位人員 貼身保護過務衛總統副總統級別的VIP 在X上PO文表示 第一線的維安特勤先衝上前組成人牆 基本上要等到槍手的威脅一接觸 才會讓總統站起來移動 他們可以藉由耳麥來得知保護圈圈以外的狀況 其實這時的特勤們也不是耳當格肉盾那麼簡單 不然我自動一點也可以上 他們同時間去檢查川普身上的傷勢 大家剛開始也在猜是被提示機的玻璃碎片掛到 還是真的被子彈削到 除了耳朵明顯的見血外 還有沒有其他地方中彈 因為腎上腺素 機身 可能導致連本人都不清楚有沒有額外傷 如果今天總統候選人走不了了 情緒上陷入恐慌癱瘓等等 這些現場的第一線人員 的確要第一手先默清楚狀況 所以第一組人牆金官油拔槍的動作 但其實不是他們負責還擊的 這方面要交給某些目擊者手機畫面有拍到的兩組反狙擊小組 他們位於講台後方的白色屋頂上 幾乎在開槍後幾秒鐘的時間內反應 雖然官方沒有證實 但大概也是這組人馬 將距離130公尺外的槍手給爆頭擊斃的 就蠻政治不正確的說 你一個平時去法場打打槍的高中生 相比專業射手的 這等級還是有差 網路上蠻多人在說 幹 你們這些狙擊手已經看著目標方向了 怎麼還蠢到不嫌發智人 這一點其實也有蠻合理的解釋 會叫反狙擊小組 Counter Sniper Team 顧名思義是要打川普方圓算起 更遠的目標 該單位創立於1971年 負責既定安全範圍以外的周圍建築物屋頂或窗戶 如果今天是前總統蓋奈迪遇刺的劇本的話 那絕對要慶幸有這批精英 用點300麥格隆子彈在置高點守護著您 知情人士透露 反狙擊小組人員每個月都要鑑定打一公里外的目標 所以當天基本上瞄進沒意外的話 是在掃描天曉得多遠的距離 你也可以從那些目擊者的手機畫面看到 在第一槍劃破天際時 屋頂上的特勤擊手就馬上低頭調整價位就近處理 反應時間我覺得已經是快到不能再快了啦 當然近距離也有扣印一批進衛軍支援 前面說的槍手開下第一槍的第22秒後 身著軍事裝備的迷彩或黑衣幹員也跟著上舞台 他們是特勤局的反襲擊隊 Counter Assault Team 簡稱CAT 貓貓隊 創建於1979年比狙擊捧捧晚一些 滿有可能就是他們在創團後 首度在前總統的偉安現場上現身 身著類似FBI OPEN UP的禁裝 配備XR-16的滅因步槍 在槍台周圍拉開較近的安全網 眼睛要事間從第一排距離0到快100公尺的範圍 因為他們清楚知道分工 再遠一點的威脅就要仰賴在屋頂上開天眼的同僚 資料畫面滿有意思的 可以看到探員們皆是在掃描 已知射手方向以外的威脅 就是擔心有不只一位槍手在現場 這是蠻厲害的肌肉訓練技藝 因為人的本能會想正式威脅 馬上危險處 但他們的工作必須先專注在其他角度 準備要扛可能的第二波襲擊 好加在這次兇手確實只有一位 至於後面門利卡車的佩戴希托棚慢速移動 我相信這也不是特勤局所樂見的啦 任何訓練都是想辦法將你的保護資產 趕緊帶出火線才對 這的確就偏向政治因素的展演嘛 而不只今天的川普像拜登歐巴馬 都有去買冰淇淋或要與民眾握手之類的脫稿演出 為了展現親民的一面 維安頓時也會送警發條 但層級拉到的是在槍擊案發生後 還在那邊給我們討拍的 我川普大哥真的大概是第一人 大家費勁千辛萬苦 將川普給移駕至預定安全地點 在槍台後方大約50公尺處 有一部武裝SUV等候陣營 車隊將川普給撤離至究竟的醫院治療 隨後也有越來越多維安人員進駐幫忙疏散 前先後後大約兩分鐘而已 我個人私心覺得表現差強人意吧 有網路大神做出3G卷模的動畫 你可以看到真的就差那幾公分的 撇頭和盾點角度歷史就終將改寫 而且很明顯射手是要往頭部私立打 可能是知道一般總統候選人都會夾帶防彈背心的因素 事後調查提及作案凶器是把AR-15類的步槍 射擊10-89是556公里子彈 在有瞄進和在場上拔場練習的情況下 130公尺了 應該不算難事才對 真的尻過各種國軍裝備的頻道 山姆小樹有在IG上表示 如果是陰謀論 過一隻打耳朵是真的太難了啦 在實測頭盔防護能力的影片中 和今天距離一樣 一百碼外的人頭就那麼小 一定要用三倍鏡才能明確控制說 我想指哪打哪 說明了除了他自己 另外三位人凶都有平常在打固定靶的習慣 大部分頭盔都是在三發左右命中 但唯獨俄國盔 他們四個人快把桌子都射爛了 還是在那五文封不動 今天的故事主角也讓了六隻八發的機會 難怪我依稀記得看到訪問說 射手本身槍法破爛就是了 除了COD玩太多的那種色不適合到的分析之外 但檢討護身重點放在 應該連給槍手扣下扳擊的機會都沒有才對 特別是當你已經有不只一位目擊者 提醒你悲劇即將發生 其實是一連串的安全漏洞才釀成今天的大禍 首先是五點四十分的第一發槍響前三十分鐘 有當地警力發血的一名可疑男子 拿著的測距儀在東張西望 但他們覺得可能是某種望遠鏡的東東 想要更清楚看到舞台之類的 所以也沒有當場制止 不過藉由今晚無線電 確實有通報這怪怪的舉動 根據《紐約時報》的深入追查 我們的貼身示威們特勤局也有接獲此消息 但因為本人未持有槍械 隨即庫克斯也默默消失在人群中了 第二大危安漏洞是 他之後竟然在未被阻攔的情況下 從活動金屬檢測門就繞進犯案地點 AGR建築物群 這是超離譜且致命的錯誤 因為理當來說 特勤先進小組應該要提前一兩個禮拜來場刊 超前部署的話出所有高於平面的可能聚集點 在賓州那場造勢活動就有好幾處 如果不是屋頂上派人戰少 要不然就是大樓之屋梯都不讓閒雜人等進入才對 但目前的新聞方面看起來官方是丟的互踢皮球大法 特勤局頭子說那塊屋頂是規劃給當地執法單位負責 甚至表明在事發當下有警務人員在那個建築物裡面和周圍 接著巴特勒劇地方檢察官向NBC媒體爆料說 當天他旗下的警官公派出快速反應人員和狙擊小隊各四組人馬了 反倒是特勤局你們職權較大才應該要缺阿媽 反正就我要告老師他先得理由百百種 但都難以掩蓋最早事件發生兩分鐘前 就已經有募集民眾通知警方說那屋頂上有人 照巴特勒劇警長的說法 他們的確有派兩名原本負責指揮交通的員警去張庫附近找人 用疊羅漢的方式一人撐著另一個 看頭的其中一名員警還要與庫克斯對望道 兇嫌將槍枝轉向指著他 頓時因雙手扶著屋簷無法拿槍而跌下受傷 但一切早已為時已晚 接續在川普上台後演講的八分鐘時間點 槍聲大作 接下來都是歷史了 有朋友的朋友朋友真的在美國特勤局工作 應該是沒有防守今天這個出大包現場啦 但提到基本上維安規格也會分層級 你是正直準備要選到確定參選的維安嚴密程度都會有差別 今天的狀況明顯是預算有限的疏忽 太多盲點了 但又不夠多人力去處理威脅 相信大家都有看到了 說這個我可能會找女權的制裁 就川普的貼身特勤就有大概三位女性吧 講難聽一點的 身高和身體面積來說 你要怎麼幫男性擋子彈 也沒說你要槍法百步穿陽或硬舉兩百公斤嘛 就是你唯一的被動技能 鋪上去擋子彈都會有問題了 重點是在最後上SUV的女特勤 搞半天才把手槍塞回槍套內 就被抓包說你平時訓練室在幹什麼 而且合理的懷疑啦 這是不是你第一次用槍 不太敢站男女呢 但就要 看過太多那種執法單位的GoPro畫面嗎 如果搭檔是女性遇到第一槍的危機時刻 她有很高的機率會失職 當然也有布雷和黑包折身兩半的女大大 但隔幾天後川普現身的共和黨活動 唯一安性別筆應該說明了一切 某種程度上我們都見證了一段歷史 這是自從雷根1981年那場遇刺之後 美國本土發生的最大總統迴安漏洞 然後川普從醫院醒來 那第一句話就是對台灣說 錢咧? 放頭的歡樂時刻走路過得特別快 我每次到五天一定會上新片 所以都歡迎按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希望從比較軍警的角度來分析這場713槍擊案 不然台灣媒體感覺都在探討了 要不要交保護費的發言 提到綠油油的美金 這邊還有自己的P站斗內平台 要感謝這個月已經有180多位觀眾朋友的康愷介納 如果喜歡我的力氣有默感 韓軍是軟硬盒極雜的冷知識 一個人一個月整個一杯咖啡的斗內喔 會發現我們離... 最低基本薪資? 基本工資將從明年1月1號起調漲 月薪優良 離現價目標再更靠近一點 想說的話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請禮拜留言我不經常回覆 但我真的都會看 所以我們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 我們請請請問 我們請問 4請要解釋 我 想圖